想學怎麼專業的沙波羅蜜嗎? 看這一集就對了 好喔你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來找沙葉沙波羅蜜 看過我們上一集的人就知道 這是我們上一集 飛天遁地 沒錯用生命去換回來這一顆菠蘿蜜 那你可以要幫忙嗎? 然後 放了快兩個禮拜 因為要放到它 要放到它軟然後有味道 這樣殺起來才不會 如果你沒有放到它軟有味道 就殺的話 你像是在殺一坨白椒會非常黏 那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殺過很多嗎? 不是我也第一次殺 可是小時候看家裡的人 就這樣弄 所以應該是吧 今天不知道可以優雅收場呢? 還是很狼狽呢? 你切第一刀了 對啊 怎麼了 Stay to you 欸 現在看起來很順利 沒有想像這麼黏 但也有黏了 它就是會有一些黏黏的滴 我剛好看到一點點滴 它不是直接這樣切喔 對啊 但重點是現在 不知道裡面 有沒有收嗎? 對 因為我們好像有點太早摘下來了 有沒有想像裡面是要有點黃 黃黃的鮮黃色 如果太早摘的話就會白 白的就不甜不好吃 見真章喔 哇 我看到黃黃的 哇 好香喔 哇 哇好香喔 我剛剛洗了個手跟刀子 繼續 現在刀子上面已經很多 像白膠一樣的東西 怎麼那麼久 哇 哇 那個聽說可以吃耶 可以 當然是它 要煮過 吃起來會有點像 菱角之類的東西 現在要用我捷徑的雙手來撥它了 好 好像撥不太起來耶 趕快求救 好 到底要怎麼撥 那你一碰到這個 我好像要把中心這一條切掉 這是它枝葉的來源 果然 我一直沒有情之殺 就是因為我看別人殺那個很黏 好像很痛苦 現在你就很痛苦了 還不是毀到溫度阿滴 對 對 還好有提早摘這兩顆 因為在樹上的可能 雨一大就爆裹了 爆裹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時候很 爆裹就是 那個果樹忽然 下很多雨阿 然後它就一直狂吸水分 狂吸水分 水果裡面很多水分就會爛掉掉下來 我就壞掉了之類的 所以攻略就是 首先第一步 你要把它放到軟 放到有味道 然後呢 第一刀請記得橫切 第二刀三刀四刀五刀 請把中間那個白白的這樣弄下來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這樣搏搏搏搏搏搏 哼 果然是殺了一口好波羅蜜 想學怎麼專業的殺波羅蜜嗎 看這一集 就對了 這一集把所有錯誤示範 都融合起來了 懶人包啦 我原本想說 因為我那天 小二老師看了上一集之後 有來跟我講 普羅蜜的事情 然後我問他們有沒有吃過 他說他們沒吃過 我就說好下次有要拿給你們 拿給他們 我原本是想說 要那個 就是 我們剝好之後 就是我會拿來帶去給他們 我現在想到 我搞得這麼狼狽 怎麼可以讓David哥 錯過這麼快樂的事情呢 我下次回去看有沒有一整顆完整的 David哥 我連著David哥 然後他問我要怎麼殺 我就傳這支影片給他 熟起刀落 熟起刀落 他旁邊那個黃黃一絲一絲的 那個也是果肉嗎 那是他的裙子 裙子喔 不是啊 那也是果肉啊 所以他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啊 只是比較不好吃 可是我是 長大之後才知道有菠蘿蜜這個東西 就是我去你家 我才知道有菠蘿蜜這種水果 好像真的普及率不高耶 對啊 所以應該很多個人都不會吧 他這幾年很紅 就是 因為 好像被說很滋補啊 什麼的 女生吃的 男生吃的 冰冰冰冰 然後那個 那個價格也因為 這樣被 這幾年 被炒飛天 搞得 快一個小時 搞得我滿身大汗耶 天啊 怎麼那麼狼狽啊 快了快了快了 我們已經剩下最後的四分之一塊了 濃縮再濃縮 提煉再提煉 我們現在終於 整理出這一大盆了 看起來好像芒果喔 剛剛我切完之後 就倒地不知 然後就由阿豬來負責 清洗跟挑選的工作 現在給我來吃吃看 你剛跳的時候有吃嗎 沒有 來 嗯 嗯 哦 Q很香 很甜的 有一個 波味 爹地哥 什麼都不是 可以幹嘛 這比較理真 心臟是長這樣的 其實只是 手還有一點黏黏的 控制不住 超黏的 哦 然後我們剛才用洗碗筋 用那個 小蘇打粉 然後肥皂都沒有用 後來發現洗髮筋 洗那個黏黏的 最有效 哇 到現在它還是黏黏的 喔 那 都沒有 有效